等物业过来开门去办个出入证 出小厨的证明 刚刚在我们小区这里开了一个出入证明 现在我拿这个出入证明出小区 出小区之后去我们社区再去开出入证明 问一下他那边开出入证明 需要一些什么资料 因为我们湖北现在已经可以解封出去了 我去问一下 现在出小厨再办登记 今天下午我们这边的太阳好大呀 现在去这个社区开通行证 去我们这个社区三楼问一下 办通行证的一些事项 需要什么资料 刚刚来办这个外出通行证的人员比较多 现在没拿上号 叫明天过来再来拿号 我们就等待一下吧 明天街上的人就比较多一点 都是出来开这种外出证明的 街上的商铺全部都关着门 办了通行证的车辆 现在排队过河去出城了 因为现在没有完全解封 所以卡口还有人员在提起 陈美玉你看到前面那个什么花开了 这个茄子 陈美玉拍照 小区下的油菜花全部都已经开了 你想不想读书啊 什么时候上学啊 还不知道 应该快了吧 好久都没出来是吧 好 我们回去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青 我现在从我们社区已经回来了 今天确实是我们湖北封城已经有54天了 但是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小确幸 县城 湖北县城昨天晚上6点钟 我们前区的红灯 现在全部可以改为绿灯的车辆可以正常出入 但是出入的话要办车辆出入通行证 外省的人员要在社区开外出证明 然后当地的要开接收证明以及护工证明 我们凭健康密码以及健康证就可以去到外省务工了 今天我刚刚去了 然后下面社区有很多人就没有排三号 我明天早一点去就看能不能排到号 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湖北来说 也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在老家待了50多天了 希望明天早一点去拿到证件 我就可以早一点外出去到外面工作了 就说湖北人过去需不需要隔离14天 了解清楚当地的一些政策 然后再过去终于把这一天判到了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小区的居民还是不可以随便外出 除非是要出去误工 也是继续待在家里 等待 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封 也不能放松警惕 等到这一天 其实对我们来说非常开心 希望我能顺利地办到所有的证件 拿起证件 我就可以找一部车 然后拼车去到深圳 我就可以去工作了 非常开心 好了 今天我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